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济学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经济学商 这个课程的讨论 我们今天要讨论第九奖 生产者利润最大化 生产者利润最大化 我们在延续前讲 我们在前个讲次 我们去了解了一下 生产者也就是攻击者 他的生产的函数 他怎么雇用劳动跟资本来生产的 他们这个生产之间有什么关系 还有我们也去了解了 雇用这些生产要素 所需要产生的成本 它怎么形成的 我们这一节就是要透过这个讲次 我们要透过前面所谈的成本 跟产出 这个之间这个关系 来讨论厂商如何利润极大化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讲次的单元目标 第一个当然要了解一下 我们生产者如何追求利润极大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一下 我们这边所谓的会计成本 跟经济成本它有什么不一样 第三个我们要了解一下 利润函数有几个重要的组成要素 那要进一步我们了解一下 不同的市场结构之下 厂商的面对的一些特性 它是什么 那最后一个 当然我们要去熟悉一下 厂商利润极大化的分析的 它的步骤 我们要怎么去分析厂商利润极大化 需要注意哪些 好 那为了达到这个 我们这个课程 这一张 这一个讲次 我们安排了几个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讲 第一个重点当然是 我们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总收入 总成本跟利润 那第二个 我们要了解一下 厂商如果要利润极大化 那它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什么 那第三个 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利润极大化条件 它是跟什么 跟市场结构有关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 市场结构 价格跟所谓的 边际收入 厂商边际收入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最后一个 当然我们要分析一下 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时候 我们的分析 有几个基本的步骤 要来处理的 好 那有这个认知以后 我们接下来 就先来看第一节 所谓的总收入 总成本跟利润 它们分别是什么 它们之间的关系 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知道 在谈我们的经济周流的时候 经济周流图的时候 我们说厂商在做什么 厂商在利润极大化 它怎么利润极大 它去产品市场 去提供它的材货 卖东西 可是它要生产材货 它就需要到药素市场 去雇用药素来生产 所以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 要追求利润极大化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个 是它产品销售出去 我们所谓的什么 总收入 也就是总收入是什么 总收入是每单位产品的价格 乘上它销售多少单位 也就是P乘Q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总成本指的是什么 总成本指的 当然就是因为 它要雇用生产要素 而需要所支付的成本 那这个重点是在于 我们这边所讲的总成本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经济成本 它指的是机会成本 也是我们所谓的外险成本 跟印含成本的一个总和 这就是所谓的总成本的想法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刚刚讲的 总收入是单位价格成财货数量 OK 没有问题 这个财货数量怎么生产出来 那就要看什么 看你投入多少生产要素 透过某种生产技术而生产出来的 这是什么 这是生产函数 好 那成本 我们这边讲的是一个经济成本 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 那什么是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包含了 隐含成本跟外险成本 什么是外险成本 外险成本一般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说 你雇用劳动跟资本 就雇用生产要素 实际有支付出去的 就实际上付出去的 那个称为什么 称为所谓的实际支付的成本 我们称为外险成本 一般我们又称为什么 称为会计成本 好 可是有一些成本是想 是你该赚没赚到的 该赚没赚 因为我们指的是机会成本 例如说 你到外面工作 可以赚五万块钱 像回来自己当老板开店 那自己给自己的钱 那个五万块钱 有没有赚回来 那个就是什么 那就是所谓的隐含成本 例如说你去看电影 花钱去看电影 可是实际上 你的成本只有这样吗 不值 为什么 你看电影两个小时 原来可以赚两百块钱 你现在因为去看电影 而不能赚到的 那这种所谓的应赚而没赚到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隐含成本 那我们经济学上 所讲的机会成本 或者是所谓的经济成本 所指的是什么 所指的是外险成本 加什么 加隐含成本 所以有了这个基本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利润等于什么 利润等于总收入减掉总成本 可是总成本 又可以分为外险成本 跟隐含成本 所以这个式子 我们稍微化解一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总收入减掉外险成本 再减掉隐含成本 就是我的经济利润 那可是因为总收入减掉 外险成本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会计成本 一般我们就称为会计利润 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经济利润等于什么 经济利润等于会计利润 减隐含成本 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利润 所以一般我们在讲的 所谓的利润利润 经济学上所讲的利润 指的就是这个经济利润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当经济利润 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称为什么 称为虽然你经济利润等零 可是你还有什么 还有正常利润 那什么是正常利润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出 其实正常利润的数额 就等于多少 其实就等于我们的隐含成本 换句话说 当你的经济利润等于零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会计利润 能够cover你的隐含成本 你该赚的赚回来了 所以我们称 虽然你的经济利润等于零 对不对 可是我们认为你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的正常利润 所以一般来讲 所谓的正常利润的值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隐含成本的数额 这就是所谓的正常利润的 基本想法 好 那认知了这个所谓的 总收入 总成本 我们又知道总成本 指的是机会成本 指的是经济成本 里面又包含了所谓的外险成本 跟内涵成本以后 我们接下来 下一节我们来谈一下 厂商在这个所谓的 经济利润之下 它如何利润极大化 它的条件是什么 它的条件是什么 正如我们刚刚说的 利润极大化 利润是什么 利润是总收入减掉 总成本所形成的 也就代表是说 我要利润极大化 那我需要怎样 我需要去生产一个 一个数量的财货 那个数量财货带给我总收入 减掉它所需要的 总成本出来的那个数额 也就利润 要能够最大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能够带给我效益 是一个总收入 那可是做这件事情 我需要成本 它需要有个总支出 好 那我要生产这个数量 生产多少 才能够让我的什么 让我的利润最大 那很明显的 一样是什么 是边际条件的概念 是边际条件的概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表格 好 我们说利润极大化的条件 因为是总收入跟总成本 它都是数量的函数 换句话说 我的利润 它也是数量的函数 我们就要找什么 我们就要找一个数量 我一个生产数量 让我的什么 让我的总收入减掉 我的总成本 能够达到什么 达到最大 什么时候达到最大 我们告诉你说 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边际收入 要等于什么 要等于边际成本 也就是说 厂商在追求利润极大化 过程当中 这个利润会受什么 会受数量的影响 所以厂商要利润极大化 很单纯的 他挑什么 他只要知道有总收入 有知道有总成本 他只要挑一个数量 而这个数量 能够使得 他的总收入减掉 总成本的差额最高 也就是利润最大的 那个就是他的所谓 利润极大化之下的产量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边际收入 等于边际成本 好 那什么是边际收入 什么是边际成本 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边际收入 指的是说 厂商每增加一单位 产品的销售 也就是他生产出来 一单位卖出去以后 那你能够增加的收入 换句话说 他指的是说 产品增加一单位 我的总收入变化会几单位 这就是所谓边际收入 那一般而言 边际收入会随着产量增加 而怎样 而下降 也就是边际收入是成什么 成地减状态 成地减状态 好 那什么是边际成本 我们所谓边际成本 当然是指的 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品的生产 所需要增加的总成本 增加一单位产出 我的总成本的变化的数额 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成本 那一般来讲边际成本 它是呈现什么 呈现地增的状况 也就是随着数量增加 我的边际成本就怎样 就越高 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成本 所以想法很简单 基本的概念上很简单 厂商如果要利润极大化 如果要利润极大化 因为它的利润等于 总收入减掉总成本 所以它是要挑一个什么 它要挑一个数量 能够使得它对总收入的变动 刚好等于这个数量产生以后 对什么 对总成本的影响 也就是边际收入 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 利润就可以达到什么 达到最大了 那我们以图形来稍微看一下 好 这个图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横轴是数量 重轴就是货币单位 那因为我们的边际成本 是呈现地增的 产量越多 我的边际成本就越高 我的边际收入 一般来讲是呈现地减的 收入产量越高 收入就怎样 收入就越低 边际收入就越低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知道 据量点落在哪 落在MR等于MC 这一点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这一点是最好 我们就要告诉同学说 如果不是这一点 是在Q0点 那我们发现Q0点 你多生产这一单位 边际收入这么高 能够增加收入这么高 增加这一单位 能够增加成本是这么高 所以这单位要不要继续生产 要 因为生产出来 我有这么高的利益 每单位可以这么高的利益 所以我只要继续生产 每单位都有利益 一直到哪 一直到这边 再继续生产 就会发生什么 发生亏损 所以到这里是一个利润 极大化的一个产量 同样道理 我如果生产在这 那代表什么 代表产量 这一单位的产量 所带动的成本能增加 远高于利润收入的增加 所以我增加 我如果生产这个单位 我有什么 我有亏损 所以我要减少生产 我减少生产 我的亏损就越来越小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这一点为止 我利润达到什么 达到最大 也就是亏损 就达到极低 好 那所以啊 根据刚刚这个概念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厂商如果要利润极大 它的黄金法则 概念上很简单 我就是要找一个基本的数量 那个数量能够让什么 让我的边际收入 等于什么 等于我的边际成本 我就可以达到什么 达到我的利润极大化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我们利润极大化的条件 利润极大化的条件 好 所以啊 由此可知啊 利润极大化就是要什么 要边际收入 等于什么 等于边际成本 同学如果没有见忘的话 可以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 生产跟成本 就第八章 我们讨论的生产跟成本的概念 我们已经学到什么 学到边际成本 对吧 尤其是在我们短期结构 短期成本结构那一章 我们说 边际成本有什么特性 边际成本类似一个打勾 它会通过什么 会通过平均变动成本 跟平均成本的最低点 所以边际成本在哪 就在那个打勾上面 我们已经有边际成本了 如果厂商要利润极大化 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 那现在问题就在什么 问题就在边际收入在哪 如果我能够找到边际收入 那我用边际收入等于 边际成本的地方 那个焦点的那个数量 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利润极大化数 就可以找得到了 所以现在目标在什么 在找边际收入 好 那边际收入是什么 边际收入是数量变化 一单位对总收入的影响 总收入是什么 总收入是P乘Q 是每单位的价格乘上数量 好 数量生产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 现在问题在哪 问题在那个P上面 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 这才是我们分析的重点所在 好 那价格是多少 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整个的厂商的利润结构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价格扮演了多么非常重要的假设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表 我们的市场结构 这个厂商的利润结构 这个利润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总收入减掉总成本 那我们总收入是什么 总收入是P乘Q P呢 这价格是什么 会随着它的销售数量改变而改变 其实这个P乘Q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它所面对 这个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 它生产每一单位 它要收多少钱 这个就是价格 这就是总收入 这是总成本 那同学我们在前面所学到的 总成本怎么来 就是WL加上R乘K 就是雇用要素的支出 这我们前面学过了 好 那这个产出怎么来 这个产出跟我们的生产有关 投入劳动跟资本 透过某种生产技术 能够得到的产出 所以整个利润 利润结构分为三个层次 一个就是什么 成本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生产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讲的 价格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就透过 刚刚的利润结构 我们就可以发现 影响厂商利润的 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生产结构 Q等于F of L跟K 就是生产技术水准 第二个是什么 跟生产技术水准 息息相关的成本函数 第三个就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价格 要怎么定 而那个价格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这家厂商 所面对的需求曲线 好 那厂商所面对需求曲线 有什么重点 其实这会跟什么 它会跟市场结构有关 会跟市场结构有关 所以我们在这里 才会谈到市场结构 价格跟边际收入之间的关系 好 有了这个基本想法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市场结构 跟我们这边所谈的这个价格 就是需求曲线 或者是所谓的边际收入 它有什么关系存在 有什么基本的关系存在 好 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张表 好 我们就可以发现 就市场结构来看 我们在分市场结构的时候 经济学往往有三个标准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看厂商数目的多寡 一个是看这个产品 这个市场里面的产品 这个品质到底是一样或不一样 同样厂商 生产东西到底是同质的 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不同质一质的 那接下来就长期之下 这个厂商可以不可以说 因为它有亏损就可以退出 所以一般来讲 经济学上在分市场的结构的时候 可以依照这三个 就厂商数目的多寡 产品的旗帜或益值 那能不能长期之下 能不能自由进出 我们就可以把市场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区隔 来做分类 那这个分类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四种 一种是所谓的什么 完全竞争 一个就是所谓的独占 另外一个就是寡占 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 垄断性竞争 或称为独占性竞争 好 那这四个市场有什么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看这个图 看这个表 完全竞争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厂商加速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它生产的东西 都是什么 都是同质的 什么叫同质 你这边特别要跟各位同学讲 所谓的产品同质 在理论上所谓的同质是什么 指的是完全一模一样 例如说 你有煮洋春面 我也在卖洋春面 你也在卖洋春面 我们洋春面都一模一样 可是你撒了葱花 撒了十颗葱花 我撒了九颗葱花 那从理论上来看 我们的产品就怎样 我们的产品就不是同质 而是抑制的 所以完全竞争市场 假设产品是同质 这个基本概念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假设 换句话说实际上 在这个市场上 在这个社会上 能不能找到完全竞争市场 其实很难 除非生产出来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 例如说 一般我们总算说 农作物 稻米 类似这种东西 好 所以完全竞争市场 基本概念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是竞争 因为长期之下 可以自由进出 有利润 厂商可以加进来 有损失 厂商可以退出 那我们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什么 就是农作物的生产 小麦 稻米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因为完全竞争指的是什么 买的人非常多 卖的人很多 所以个别厂商 有没有办法去改变市场价格 没有办法 它是个什么 它是个价格接受者 这就称为什么 称为完全竞争市场 那我们所研究的厂商 所指的是说 在这个市场里面的某一家厂商 例如说 我们说牛肉面市场 是个完全竞争市场 那里面的厂商 我是研究里面的厂商 如何来利润极大化 例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万家卖牛肉面的厂商 那这个牛肉面市场 有一万家的厂商 那我研究这个市场里面的 某一个代表性的厂商 他怎么来做利润极大化的动作 那所以在完全竞争市场 这么多的供给 这么多的需求者身上 我这个其中某一家供给者 某一个厂商 他在追求他利润极大化的时候 那个价格对他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固定的 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的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好 那如果完全竞争以外 另外我们再看独占 独占指的是什么 就只有一家 就只有一家在卖 因为只有一家在卖 所以产品都是一样的 好 那为什么只有一家 其实就是因为怎样 因为没有办法自由进出 难以进入 为什么难以进入 常常看到都是什么 因为法律的限制等等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例子例如说高铁跟台电 这都是什么 都法律限制 就只有这些人可以经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家独占厂商 面对整个市场的所有需求 所以它可以根据它的产量 来什么 来决定价格 所以它是个价格决定者 同样道理 如果是寡占 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厂商加速不多 就少数几家 例如说我们国内的汽车 汽车业 汽车市场里面就五家厂商 那生产东西呢 有可能是起职或易职 那也是不能自由进出的 那不能自由进出的理由也很多 例如说门槛很高 它需要的成本就很高 固定成本就很高 我们常见的就是什么汽车跟航空业 那因为少数只有几家 所以彼此在订定价格的时候 厂商会彼此影响到 好 那垄断性竞争指的是什么 指的厂商数目很多 唯一的跟完全竞争的差别 差在哪 差在于产品会不太一样 各自有各自拥有的fans 各自有各自拥有的fans存在 好 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例如说歌星啊 电影院啊 餐厅啊 买卖的人非常多 而且自由进出 可是呢 产品 美卖的产品都怎样 稍微有一点点差异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个别厂商有什么 有些许的定价能力 好 以上啊 大概就是我们在针对 市场结构 因为市场不同 那我所处的这个厂商 所处在不同市场的厂商 他所面对的那个价格 也就是需求曲线 可能就会怎样 可能就不一样 那当他所面对的价格 也就是需求曲线不同的时候 那他所找出来的 每一个单位产量 对总收入的影响 也就会怎样 有就不太一样 换句话说 厂商利润极大化的 黄金法则是什么 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 可是不同市场里面的厂商 因为他的需求曲线 或者是他的价格的定定 会不太一样 所以他所形成的 那个边际收入的概念 也会不太一样 不同市场里面的厂商 边际收入的概念 那个组成的要素不太一样 算出来会不太一样 例如说完全竞争的市场 厂上面对价格是固定的 可是独占市场 独占市场厂商的价格是怎样 它可以随着它的产量调整 而改变的 而有一个定价能力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所面对的需求 也就是那个价格 定价就会不同 所以他们所找出来的边际收入 也就会不一样 所以根据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 所决定的利润极大化的产量 也就会不一样 而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特别跟你强调 厂商在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状况之下 有三大要素 第一个是生产 第二个是成本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价格 也就是需求曲线 而生产跟成本 我们在第八章已经谈过了 那定价呢 需求曲线在哪 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 底下几章我们要去谈的 我们要去分别针对 不同市场结构之下 厂商的需求曲线在哪边 当你找到厂商需求曲线以后 那我就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边际收入 我就可以进一步做什么 做利润极大化的一个成本 等等的一个分析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 这边跟你谈的 市场结构 价格跟边际收入之间 这个关系 它是非常重要的 这有利于同学在学习后半段 例如说完全竞争市场 独占寡占 垄断性竞争 这些市场 厂商利润极大化这些过程 好 那对这个有了解以后 接下来我们大概就进入第四节 跟大家同学 跟同学分享一下 我如果要分析厂商的利润极大化的话 那它有一个基本的几个步骤 那这些基本步骤大概是什么 那好 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找到厂商的需求曲线 为什么 因为那个需求曲线代表什么 代表价格 代表价格 价格的定定 好 有了需求曲线以后 第二个我们要决定什么 要找出所谓的厂商的边际收入 有价格可以找到总收入 有了总收入 我就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边际收入 好 那第三个要找什么 因为我要利润极大化 我要找边际收入 要等于边际成本 那我边际收入有了 我接下来找什么 当然要找边际成本 有了边际成本 等于边际收入 我就可以决定什么 决定利润极大化的产量 好 那第三个找什么 当然是找 在那个产量之下定价 厂商到底每单位卖多少钱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找什么 那接下来当然是找 每一单位 厂商为了生产这个财货 每一单位需要付出多少钱 也就是找平均成本 好 我有每单位的收入 也就是价格 就平均收入 价格 我有每单位的平均成本 我就可以计算出来 我每单位到底有单位利润 还是单位亏损 有利润 OK 没有问题 如果有亏损 在短期之下 如果有亏损的话 那我要继续再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 我生产有亏损 对不对 那我不生产 我不生产 那总可以的吧 不是 同学不要忘了 你不生产有什么 有固定成本会损失 所以你继续要找什么 你要找不生产之下的每单位亏损 它是什么 它是平均固定成本 所以当你知道有每单位亏损以后 你还要继续跟什么 跟平均每单位的固定成本来比较 如果生产之下的每单位亏损 大于不生产的每单位亏损 也就平均固定成本的时候 那当然就怎样 当然就歇业了 不生产了 可是如果继续生产的亏损 也就单位亏损 它是小于不营业之下的每单位亏损的时候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厂商如果继续营业 至少虽然会有亏损 可是至少比不营业之下的固定成本的损失 还来的什么 来的小 所以当你有单位亏损的时候 还要继续再往下做分析 去看这个每单位亏损 跟平均固定成本之间的大小 平均固定成本 就每单位亏损 大于平均固定成本就怎样 就歇业 每单位亏损 小于平均固定成本 那就怎样 那就继续营业 就是继续营业 那由上的分析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几个概念 几个想法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需求曲线是个重点 需求曲线 那接下来的分析 在第二节以后 在第二步骤部分 边际成本 平均成本以后的东西都什么 都是我们在第八章 生产与成本那边有上 也就在短期成本结构图里面就有 换句话说 厂商利润极大化的过程 其实最重要找什么 找厂商在不同的市场之下 他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会是什么形状 有了需求曲线 我就可以找到边际收入曲线 那边际成本跟其他的成本 那些成本结构 我们在前面都学过了 例如说短期成本结构图 有边际成本 平均变动成本 平均成本等等都有了 平均固定成本也有了 所以整个的分析 整个利润极大化分析 就可以怎样 就可以解决掉 所以如果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再谈说 厂商要利润极大化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第一个同学就要立刻反应 那我要知道 这厂商处在什么市场之下 因为他所处的市场不同 他当他所处的市场不同 他所面对的需求曲线 也就会不一样 也就会不同 他就会找出不同的边际收入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分析 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的 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 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最重要就谈了什么 谈论厂商如何要利润极大化 找了总收入 总成本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也告诉你 厂商利润极大化 它的条件 边际条件是什么 是边际收入要等于边际成本 我们也做了一个分析 告诉你利润要极大化 那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也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做分析 那厂商所面对的市场里面的 边际收入最重要 需求曲线是最重要的 好 那今天基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此 谢谢大家 台湾